看見黑暗速度傷害太低了 你們不覺得黑暗速度傷害很低嗎 只有我覺得這個版本黑暗速度傷害很低嗎 我真不知道什麼原因 感覺對傷害距離低 我要把所有符文天賦都用一遍 我們家兵女不用出裝備兌現了 真厲害 你沒買裝備 他們打造型 造型應該是正常從上路刷下來的 他竟然從下刷上去 我沒看過這種造型真的 我真沒看過這種造型 從上路刷下來 怎麼要等兵線推過去 他沒有點燃了 怎麼可以殺輔助 殺輔助 還叫閃現 他E還沒有好的 他過來做一眼 有像猪拳Q了 他死掉了 哎呦我的天啊 這波我也太菜了吧 應該QA的 他只刺個刀 沒生刺激 沒刷我家男爸 這波沒有把他殺的就有點可惜 你們知道嗎 正常來說這波應該把他殺掉的 核心沒有了 因為這波我跟EJ換了 這EJ我肯定是賺的 然後我可以趕緊回家往上走 剩下還多一本書 沒Q出來 Q出來他死 沒Q出來我死 這把都去搬下下路 這把門雖然 雖然小星風卡 小星風前機厲害 但是我覺得該搬下還是要搬下的 你不能一直一直在中上打架 這個打野去下都去了 看到沒有 像我前機幫他抓了一波 他們只要能碰到對面一下 Q到一下 對面就得死 這怎麼誇張 那打就好了 他等他這個骸骨消失 我們征服著的 他也是征服著 我裝備 我出裝備他沒出裝備的 稍微拉扯一下 硬杆感覺好像有點打不過 我沒有選擇他身上的 再把這邊峽谷拿一下 玩製作的話 這邊峽谷做小事也 這些人去幹什麼去了 迷路了是吧 換線了 可以的很細 他們這波不換線 我就把這個小星風偷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劍魔可能要支援過來 所以我沒有想交這個意見 我拉扯一下對面不可能能打得過 能碰得到我的 因為我有鞋子他沒裝備的 正常情況他肯定打不過我 但我怕劍魔來 所以說我當時沒叫蜘蛛型的意 不然我就直接跟他站路了 我依他身上他肯定A不過我的 這不是直接往下走的 這邊打野的話已經在上面也去了 好Q刀就沒了 所以下路的話 只需要幫他抓一波就好了 這波抓完之後 他們就一直都可以算是優勢了 不要讓對面的那個就是 維克托就是 不要讓這個就是 大眼怪的一個等級起來 他等級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下路不好打 把對面下面去經濟收一下 比如照線的話 現在在刷小蟲子 咱們讓隊伍把這波線推過去 咱們繼續針對一波下路 增幅的蜘蛛的話 也是可以玩的 所以說沒有蜘蛛天賦限制 這版本什麼蜘蛛天賦 什麼裝備你都可以出的 先折一刀 先殺這個蜘蛛 蜘蛛有產線的 等一下珠賢Q了 再走 征服者出發完之後 會有一個吸血效果 他只有9% 吸的比較少 把這個青蛙收完之後 可以把小龍拿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控峽谷 那我們就要去控小龍 沒有控小星風 不要經濟全給 經濟全給的話 這局勢就很容易被翻盤 因為人頭拿到多沒有什麼用的 我們現在9%看起來是優勢 但是你不控經濟 就跟烈士差不多 只是說我們蜘蛛這個英雄 現在版本 這個現在是比較強的 然後翻一千一千破 好等來叫閃現 我們不追的意不大 撥一下他氣的 把劍全騙出來了 他追我 一起來把瓶也躲了 讓隊友去殺就好了 我們我們這邊有 凱喻鬼血不會死 這波就是讓他追我 他肯定要追我的 他不可能去追一個 滿血的兵女對不對 但我們這邊有小雞在 肯定不會死 大王就走 回家 藍頭的話 藍頭我知道 我還想帶重刃呢 但藍頭的話有鞋子才有用的 前進沒出鞋子之前 這個天賦沒有用 相當於少帶個天賦的 我還想帶一次重刃呢 重刃前進也是打的厲害 可以A3下 本來這個版本不缺傷害 我想我還想帶一次重刃的 重刃前進也是打的厲害 可以A3下 他好肉啊 走吧走吧 他太肉了 算了 我都沒看到裝備 這個人裝備怎麼是這樣出的呀 跟個鬼一樣 真的 本來我還先聚約塔的 然後一看他裝備 直接放棄 這波往上走 去守愛這個上路 他吃了三層那個 小清風的 我不讓他拆塔 我這不要吃吃那個小清風 今天稍微等大早好再過去 不起 然後吃完小清風趕緊去下路 我們去收一下這邊的一個小龍 帶藍頭的話 這個天賦 你得帶那個就是靈性獵手 不然的話也是比較偏弱 這段時間太久了 反正現在藍頭要七八十秒一個CD的 清手的話呢 就帶雷霆就好了 這個版本就帶雷霆天賦 你對制度有了解 可以打拉扯 你就可以帶黑暗樹哥 可以帶那個仙弓 帶強弓 仙弓都可以帶的 還有征服者也可以帶 還有凡天的 得走得走得走 這邊造型來了 換了 我這都沒有一刀他 好像一刀也打不了 我看照鏡走了 這個人也太果斷了 這個人也太果斷了 小龍刷新了 第一張作敗魔 這不小人我們要打 他們少人的 這個這個龍不能給 這個龍你要是給對面拿就不得了了 对面这个龙 像对面熟人很喜欢这个龙的 回家纳斯 这波刚刚那波 我主要是看造型没有选择来 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去了 他往这边走了 我所以说才跟这个剑魔打 然后剑魔我只需要一道他给他打一套 然后我们家上当可以挂重伤的 他回不了多少血 但是没一道就很尴尬 一道的话我先手出手的话 能打他一半血 证悟者直接点满 我现在法枪很高 瑕瓦 瑕瓦可以拿一下 但是这波不能再追了 有人TP的 TP一定是上蓝TP的 该跑了 这波可以帮忙往狼峡谷的 对对面少一个人 我们看EZ会不会A这个兵 别挤 贼他就好了 真心意到天上不起 往后先走 反走E道 去跑 打出打出那个 卷云 追贼 再云 OK 再把墙古来一下 他们少个人的 少一个辅助 因为辅助这把 就是他们唯一的AP 辅助没有来 他们打不了 对面少许 这每个人都给他晕得死死的 根本动不了 他们全在触魔看的 给他们出 我不在乎 一个 两个 三个 再把你们想看花是吧 那就第二件把花做出来 再一起 再一起晕嘴 这个好凶啊 闪现大招啊 预判E 以他身上直接A就好了 好 直接 继续追追追 反正我就A你就好了 我也没操作 我没操作的兄弟 我就A你 这个英雄就这样玩 交机了 E3就没了 A就好了 不敢过来是吧 没事的 怎么成绩减速 Q上去A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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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走 重新 那个来了 追不到了 有疯子 有疯子 下回套 下回套 直接补帽子 问题是你们 你们中了之后 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死吗 我是觉得自己会死才暗一下 哇 全战一驮 你是不怕别人创死你们 我觉得应该这样 从纳斯加 然后虚空之战加帽子 不走吗 不走吗 他要创人了 全部都干掉 好 给大家抽个牌位 大家把大驱跟段位发的过敏伤 给他抽个牌位的 我觉得还是要把早点把法装做出来 第二件做做那个就是乌鸟之后 我感觉有点不太行 给第二件还是要做脱身 脱身补cd 然后再直接补帽子 不然有点太多节奏了 快快快推 我给你们拖延时间了 来回来 一个人 这羡人 acute 我们是在这个牌位的 这群人 看着 我们现在我想吃 这群人 中的地盺 基本上 那群人 我们现在我们先去